第1章 《德比》 萌尼续佑的《德比》时,熟剑的呼伤德比,已经没有了两年前剑巴弩张的气氛,但对于一心争挂的伤状而言,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,德比没有退路,人员不整的生慌很可能面临腰不硬的尴尬。 实力上略去一筹,在连岸球队能够轻装上阵,中潮专体上岗,站在悬崖边没退路,需要更强硬上一轮输给一方,上岗的积分已经与恒大持平,被占得比,上岗首先要做的是恢复情绪,就像主教练佩雷拉所说的,尽快调整自己的状态,从大连的那场比赛中走出来,然后找回自己的节奏,连赛每一轮都是不同的。 我们是要确保自己比最好的状态去面对,遭遇一方暴冷。 固然和对手的计算术密不可分,但上岗本身也要踢得更加强硬和坚韧。 毕竟,破坏强队进攻节奏,让比赛变得断断续续,是弱对对抗强队的好方法。 并不是一方的杜门秘迹,而远征大连的比赛,佩雷拉的佣人也受到诟病,在前几轮长到龙化前头的情况下,该场比赛一下子将王申超,才会抗放到了板凳席上。 有轮回过度之前,因为打完一方之后,距离的比开战还有六天时间,想要继续保持前三的位置。 上岗未来一步都不能走错,输给一方,外界对于埃尔克森的呼唤也更加强烈。 在急需三分之际,派上一名正硬中锋顶住对手后防线,必要时刻进行一,一些简单的处理球方式,或许更能带来直接的效果。 前骨脚李燕就点平,埃尔克森作为中锋,不仅需要连续的比赛和进球,他的能力和作用要比吴雷、吕雯君或者胡尔克数任中锋更为明显。 对郑霍安的足鞋盃,他有几次高难度的强烈完成的位,期限了中锋的价值,如何更好地去使用轮换排涅,讨厌着主教练的智慧。 好消息是,上岗目前人员七整,上一轮停赛的雨海,可以解禁付出,原本很多人以为已经四张黄爬在身的胡尔克,也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。 对于上岗,要想不被传出争冠集团,这场比赛非赢不可,压力自然更大,但在综合实力和人员配置上,也占据着一定的上风。 深花,三道主力却占后腰用人黄光灵因伤将休战三周左右,孙世林在和亚太比赛中吃到红牌,莫雷罗也有可能无法及时复出,隔壁站深花或有三大主力无法登场,关键的后腰也只将遭遇严重挑战。 此前,光灵和孙世林担当球队的双后腰,但光灵在同国安的比赛用大腿肌肉拉上,休战三周左右,同鲁能的临赛,主教练吴金贵将莫雷罗位置后侧,队长回车踢后腰的效果不错,表现也可圈可点。 但在同亚太比赛第34分钟,莫雷罗和对手拼抢,是互相踩了一下,导致脚踝成近90度的扭曲,被搬下抬下场。 本周回到上海后,莫雷罗位的疼痛感已经大大减轻,并进行浪,和磁共剑检测伤情,尽管他已经开始单独训练,但综合目前的各种情况来看,要赶上得比的难度不小, 而孙氏连领受到的红牌,则让申花的后腰累质,彻底陷入了用莲荒,目前队中,除了老将王云,能够喝串后腰的还包括李小明和荣昊,吴仪,吴金贵在中场的排兵布阵,和技战术选择将是一大看点,烧伦连载风波未平,有消息称邓巴巴也会受罚,他能否赶上上海得比成为焦点。 此外,邓巴巴第一举移动,也是这场得比的焦点,在2015赛季登陆中超后,邓巴巴迅速成为山花的大腿,但在2016年7月的上海得比,邓巴巴与孙祥在拼场中倒地,做小腿接近90度骨折,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治疗和恢复, 由于马丁斯的重伤,邓巴巴在本赛季间歇期回归,他在回归虹口的首场比赛后说道,在经历那样的赏饼之后,还能以这样的方式回归,真的感谢上苍,我现在只想享受足球,享受每一场比赛。 目前,邓巴巴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,与队友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,和鲁能的进球,体现了其超强的个人能力。 从成绩上来看,这并不是山花一场输不起的比赛,毕竟要想争夺压怪资格困难重重,锻炼新人,磨合智荣,为未来势力成为山花教练组更现实的选择。 事实上,一只情装上阵的球队,往往能超水平发挥,虽然,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